微软在9月30日正式发布了Windows 11版本25H2的功能更新 三种从24H2升级到25H2的方法 第一种升级到25H2的方法 按五硬件加二键 打开系统设置 通过Windows Update更新升级到25H2 开启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按钮 点击检查更新 如果微软推送给你25H2更新 等待它下载更新后 重启系统 Windows 11就是25H2版了 第二种升级到25H2的方法 就是去官网下载Windows 11 25H2的更新组件 双击执行更新 点击式 更新组件之后下载更新 完成后 点击立即重启 开机进入系统后 按Windows键加二键 打开系统设置 通过Windows Update再更新一次系统 确保系统为最新 第三种升级到25H2的方法 进入微软光网下载Windows 11 25H2的ISO镜像 我已经放说明栏里 仅供学习参考 我是台北小林 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